大家好,欢迎来到新一集的打破障碍广播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Aria Stenberg 非常荣幸可以见到大家 今天我们使用Kudo平台来跨越语言障碍 Kudo平台让大家在平台上可以尽情实验自己的语言 打破沟通的障碍,探索自己生活的故事 如果你没有使用过Kudo的话 让我来给您简短的介绍一下 Kudo是一个会议平台可以给大家提供实时的同声传译 Kudo的宗旨就是打破沟通的障碍 不管你使用何种语言,身在何处 那今天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客人 他是我的一个朋友 他也是在所处行业的一个先锋者 Wills,自己是一位非常慷慨的人 对于今天的这集广播 我们想讲一讲 他是在个人的领域 还有职业领域是怎样打破障碍的 Will,请介绍一下你自己 谢谢Aria 谢谢你邀请我来这里跟你聊天 今天有点特别 因为我讲普语,你讲英语 我住在澳大利亚悉尼 我是你的邻居啊 我们住的这个地方 我们称之为一个城市 其他国家可能只称之为一个小区 是肖达来Sutherland 我们其实住的很近 这个比较有意思 今天在这个广播之前呢 我们其实已经有很久没有见到对方了 因为我们现在是在封锁期间 这个时间真的挺有意思的 那我们再讲一讲我们之前的一些故事吧 那比如说我们刚刚见面的时候 您跟我介绍了 您自己搬来澳大利亚的一些经历 比如说来到澳大利亚呢 它是一个非常要挑战的事情 尤其你可能不太懂当地的文化 您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 您来澳大利亚之后 打破了哪些障碍吗 因为你说你让自己的自信变得更强 怎样来跟澳大利亚人进行沟通 怎样来理解澳大利亚人的文化 包括它跟您长大的一个文化 是怎样的不同呢 当然可以了 如果不认识我的话 其实我是在圣保罗出生的 在Parna这个地方生活了一阵子 然后29岁 我完全不懂英语 我决定搬去澳大利亚 很多人都不知道我没有学过英语 我的学习成绩很差 那我到了澳大利亚 我觉得很有信心可以在六个月 学会英语 但是比我想象中还要难很多 一开始有些心理的障碍 在语言学习方面 我遇到一些犹豫 所以其实比我想象中要难 我最后花了三年时间才学会英语 在这段时间里面 我一直都是在销售方面 做了很多年 我就因此失去了信心 我不相信自己 我没有想过我会回到营销这一块 我根本没有信心 我会学会英语 所以我就推动自己来做其他事情 尽管我有这些资源 我来到了这个地方 我受到的挑战都是内部内心的挣扎 而不是很多人认为的外部的困难 确实是这样没错 那当您谈到重新发明这个话题的时候 它是需要您放弃一些东西 也就是说您放弃您原有的一些文化 并且去积极的争取新的机会 这也是您经历过的一些事情吗 还是说您当时英语不是您的母语 是不是也是这样的一个 同样一个过程呢 有的确有 我遇到过我的障碍呢 是心理上的 我对自己没有信心 我当时不知道自己的能力 技能还有价值是什么 我有什么用处 我也不知道 所以我感觉到非常纠结 内心上面的纠结 我之前在一家公司工作过 老板是巴西人 他会讲普语 所以在语言上面没有什么沟通障碍 但是当时我觉得我自己没有什么价值 所以发觉自己这个时间呢 花了三年 那三年过后 我就觉得自己可以去面试了 然后跟其他人建立关系 我花了整整三年的时间来自洽 那你是我第一个非巴西人的好朋友 所以这对我来说很重要 是的 这对我们转折到下一个话题 是一个非常好的转折点 也就是说您在广告行业的一些旅程 因为我知道在广告行业呢 其实您已经有非常多的经验了 您在跟这个各种中介合作的时候 或者说在巴西的时候 有着丰富的经验 但是您在这里呢 几乎是一个重新开始的阶段 我们两个人都是 后期才办到澳大利亚的 所以我们都会体验到 有很大的不容易 那我们可能都会问一问自己 我来到澳洲之后 到底做了一些什么呢 我们有一些成就了什么呢 而现在您作为 Ebay澳大利亚区的销售管理人员 那您到底是怎样做到这样一个转变呢 有什么样的方式来帮助您呢 我非常幸运 因为我当初来到澳大利亚 我不知道心里是一个枢纽 我不知道我的技能 对这个行业那么有价值 当时我的音乐还是初学者的阶段 我就应聘了一个低级的职位 这就是我的求职目标 我有12年的经验 但是我当时找的工作 是只需要两年工作经验的职位 所以你会感觉到这个差距 在市场上面 专业人是很少 我的学习速度要很快 第一个障碍是沟通 不只是语言上 而是文化上 因为澳大利亚人的沟通方式是不一样的 他们销售的方式 他们互动的方式也是不一样的 我之前在不同公司工作过 一家纯澳大利亚的公司工作过 一家多文化的公司工作过 里面有很多不同文化的人 我学习得很快 学会了不同的沟通方式 然后更进一步 后来我进入了一家公司 我是唯一的外国人 因为嘛 讲英语的人不被视为外国人 所以英国人也不是外国人 因为英国跟澳大利亚的文化很接近 所以我呢 就是唯一一个非英语母语者 这是一个挑战 不只是在技术上面 而是在沟通上面 也是我如何跟人沟通 如何跟他人建立关系 直到我进入了一杯 这是我一直梦寐以求的一家公司 澳大利亚的市场 跟巴西的市场不一样 跟美国市场也很不一样 所以我花了更多的时间来适应 您刚刚提到了一个自我评价的问题 关于自我评价您的经历 那我其实根本不怀疑 在您的环境当中 或者说您在的国家当中 您试图去理解 这是一个新的国家 大家到底在沟通的过程当中 意味着他们的意思是什么 他们的意思呢 可能跟他们真正想表达的意思 是有些不同的 所以比如说我们今天有一个口译员 他们在两种语言之间进行翻译 口译其实也是 不仅仅是翻译单纯的话语 而是翻译一种文化 而今天您到了这个新的国家之后 其实是需要一个新的这个理解的 那这其实也是一种口译的艺术 就是如果您搬到一个新的国家之后 您应该有一个了解 您到底应该会在特地情况下 怎样去反映特地的事情 非常有道理 我现在住在一个泡泡里 因为我的妻子是巴西人 我们有很多的巴西朋友 所以我们的巴西圈子是非常团结的 但是在专业上面来说 这个行业里 巴西的圈子是很小的 那大部分人都是在做技术方面的事情 所以我在广告业呢 是少数的巴西人 因为我要跟客户交谈 大部分的巴西人 可能都是在做IT方面的东西 在电脑后面 那这里的文化沟通 都是基于一些文化的特征 澳大利亚是一个小的国家 是一个做销售 而不是生产的国家 因为劳动力很昂贵 所以我们需要做点成绩出来 因此我认为 澳大利亚的确在参与度方面的门槛是很高的 你不只是要有技术 你也要很好的跟客户沟通 能做很好的汇报 知道营销方面的知识 那跟其他国家不一样 在澳大利亚 你要会很多东西 要扮演很多不同的角色 即使你是做某一个职位 你还是会身兼多职 在巴西或者美国因为市场更大 所以每个职位做的事情更加专门 这样也影响到职场的文化 如果在一个国家 如果在一个国家这个市场只需要你做A还有B 那另外一个市场你是要做A的 但是他们也期望你能够做其他东西 那你就要去适应 所以在澳大利亚工作是很不一样 即使我们用的是同一个平台 同一个语言 同一个方法 但是文化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十分赞同您的观点 对于我来说去其他的国家的一个经历呢 应该是我们要从精神上来去融入到这个国家 我们要观察这个国家人到底在做一些什么 我应该做什么才让我不能惹上麻烦 我们应该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待事情 因为他们考虑问题的角度 可能跟我们是有些不一样的 或者说我们需要做些行动 才能理解他们具体所做的事情 从一个角度上来说呢 他们可能是站在一个比较高的一个角度 而他们就可以很轻而易举的是把这个事情向前推的 在澳大利亚是有一种文化 他们的文化就是 他们有可能不需要去特别注意别的国家的文化 到底是怎么样的 而这对我们本身的文化是有些不同的 因为我们可能会去主要去观察 大家到底是怎样来做一些事情的 跟我们的文化有是怎样不同的 而现在呢 其实您做的事情就已经跟刚开始完全不一样了 你可能给自己已经打开了全新的大门 因为像我的话 我看了一下下您的注册 您做了一些练习 比如说您有一些方法来做一些新的思考 您可以估量一个情况 而当这种情况呢 是独一无二的时候 您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 来了解不同的程序 还有我们到底来去怎样做这些事情 来让事情都连接在一起 而这样我们也可以更好的帮助他人 在他们的旅程当中让他们更进一步 您可以给我们再介绍一下 您怎样帮助其他人来打破障碍 然后让他们继续前进的吗 好啊 我一直都非常喜欢跟人互动 在我一开始出来工作 我就很喜欢去指导人 可能是不知不觉中指导人 我是做销售的 我的做事方式也更加有建设性 不会让人自生自灭 我并不会这样 当疫情来袭 我就往回看 我就想如何能够帮助其他人呢 我有很多的朋友同事 现在都非常的迷茫 我就开始了这个旅程 开课程写书 我对自己的定义是这样的 我能够帮助人做两件事情 第一就是设定方向 第二就是加速 第一方向 那让人可以问对的问题 跟对的事情做连结 帮助他们做决策 然后加速在销售 还有业务方面呢 我是一个做销售的人嘛 生产力是非常重要 如何让整个过程能够达到目标 所以我现在做的 所以我现在做的培训是两部分 第一方向感 找出方向 什么事情对你来说最重要 然后如何加速提升生产力 找到对的目标 所以我的贴士就是对自己的了解 对自己的了解一直以来都是一个禁忌 很多人都害怕找到自己了解自己 但是如果自己做事情很困难 就要问自己的方向是什么 你会在人生的过程中积攒一些资源 如果你想要成为一个成功的建筑师 那就要找一个成功的建筑师 向他请教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大的诀窍 你要放下身段 问其他人如何达到目标 他能够让你争取时间 找到方向达到目标 您的这个回答真的是很完美 因为我们都说知识就是力量 而在销售的领域学到的知识呢 比如说我在Kudo学到的一些知识 这些知识 比如说在我问其他人的一个问题的时候 大家如果拒绝我的话 那他们可能就只是说 我不感兴趣 那又怎么样呢 其实无所谓的 我们只要找下一个人就可以了 如果他们可以帮您去理解 他们正在面临的一些挑战的话 或者说从他们的角度上来说 到底意味着什么 比如说如果你去一个拉面馆 然后您看到有一碗非常美味的拉面 它不是从一个塑料包装里扔出来 然后放到微波炉就做好的 你需要从根本来学习它的制作技能 这样的话您才能真正的了解到 它的记忆是怎么样的 而这样我们才能找到新的主意 来让我们去打破界限 对啊 其中一件我学到的事情就是 我们都是人 我们要互相依赖 我们会生产产品 我们要互动 我们做交易 但是遇到内在的问题 我们都难以启齿 我们会觉得尴尬 不想要跟其他人提起某些话题 那我们就会把自己关起来 想太多 然后不再踏出另一步 那就会停滞下来 有些人觉得自己有拖延症 但其实是因为你没有一个清晰的目标 一旦你知道自己的方向还有目标在哪里 你就会马上去做 因为那对你很重要 所以跟一个心理治疗师 还有一个老朋友 或者是专业的培训师导师 都会能够让你事半功倍 正在您刚刚谈话的时候 其实我在思考 在心理学来说 我们的心理学家和心理诊所人员 是有些不同的 一个是比较偏实践的 有的时候 比如说我的父母 他们会想去一个心理诊所 去看一下医生 然后有的人可能就只是找一个心理医生去看一看 然后他们因为他不想跟自己的朋友和家人来讲这些事情 而他们跟心理医生讲这些事情的时候 他们就可以去探索新的方式来做一些事情 这样的话他们可能就会 完全改变自己来抓住心的机会 我觉得今天的话题几乎就到这儿了 我们其实谈论了很多 我们的听众应该也学到了很多 非常感谢您的时间 不管您今天给我们分享什么 我们都是受益良多的 我们也希望大家可以分享自己面临的挑战 大家来感谢一下我们的讲者 Will 还有感谢我们的口译员 那也非常感谢我们的Kudo平台 他在后台帮助我们 来让我们的会议变得可能 那今天我们来纪念另外一位人士 她是Catherine Bigelow 她是第一个赢得奥斯卡金像奖的导演 女导演 这项奖项是在2010年 她的获奖电影是《拆弹部队》 她是讲述美国陆军拆弹部队 在伊拉克战场上的所见所为 她因为这项电影成为历史上第三位 获得这项奖项的女导演 所以恭喜Catherine 好 这就是我们今天全部的内容 请您记住 不管您去向何方路就在您的脚下 谢谢大家 大家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